來賓城當然是不可以錯過任何一個吃東西的機會 來到團長Zoey的YouTube頻道 這個我跟大家講 來吃宵夜 試個雞腿 喝個啤酒 大家好 我是團長Zoey 當時你又來貪了 大家都知道我來賓城住一個月 現在已經是三個多星期 還有一個星期我會回香港 這段時間內都收到很多訊息 因為你很想來賓城看 或者有些孝順女說 看完這片我很想帶我家人來這裡 三天兩夜 你覺得夠不夠玩 所以這段時間我已經暗中去試了很多不同的餐廳 然後就是計劃一個我覺得最適合我們 香港人來賓城玩三天兩夜的行程 除了我經常介紹的一些平民美食之外 我也找了一些打卡很漂亮的餐廳 又或者很有特色的地方 因為我知道大家來到也不會說 天天只吃炒果條 而且我還特別預約了一間 我覺得價錢不錯 但是很有特色的酒店 住了一晚去跟大家介紹介紹 好 邀請大家一齊跟我展開這個三天兩夜的行程 這個行程真的想過度過 即是你吃飽就想去散步 哪裏散飾得那麼熱的 想享受冷氣 可以去哪裏呢 全部都有齊全 第一個我介紹大家今天剛剛下機 晚上第一件事當然要感受一下 我們檳城最地道一面 所以就來到這個 噔噔噔噔浮羅茨華巴薩 好了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攤檔 但是我已經選了我想吃的東西了 老闆 真的好遙 好了 第一站就帶大家來吃這個 我們好像是大排檔一樣 因為我覺得 剛剛下機的話 一定要感受一下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這個地方其實是有不同的檔 你一來到就好像平時掃街一樣 去選不同的食物 這裡就有串燒 這個是果條湯 咖喱麵 基本上就是檳城很多出名的食物 這裡都有齊全 哇 這裡在製作這個 蠔仔煎 這個就是吃阿森辣沙 這個就是我想點的食物 我上次朋友就帶了我來這個 非常之特別的店 本地人就叫這個 這個叫做 鱷鱷 鱷鱷還是鱷鱷呢 其實我們一看就好像 好像打火鍋一樣 但是這間的鱷鱷跟平時不同 外面那些可能就是選了你想吃的東西 然後錄完就吃 但是這裡不是 是整台給你 任你選 就好像平時打火鍋一樣 整家人圍著吃是超開心的 你站起來 你可能以為 那不是好像吃魚蛋 丸 肉 但是我上次來吃 我覺得這裡最棒 就是它有很多這些海鮮 這個你看它一卷 是賴尿蝦來的 你選了就可以這樣 放進去 錄熟它 想吃什麼就放進去 吃一下這個蠔仔 就可以錄進去 之後你就會看到 這裡有不同的醬汁 你可以自己選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個 沙爹醬 還要混合這個 泰式的辣醬 這裡其實很多都是本地人 一家人 也有用用的來吃 那我呢 就是一枝蟲 不過 唉唷 掛著說忘記了 我上次來吃的時候 一鋪在IG story 立即收到 檳城的觀眾朋友 說我來對地方吃 嘟嘟了 現在真的很熱 曬到我的腳就是綠熟了 吃一下這個蠔仔 它有些挺特別的東西 例如這個 豬腰 總之你想吃的就放進去 那怎樣計算錢呢 很快你就會知道 忘記了放這枝 熟了嗎 把這些熟了 一致脫出來 就可以沾汁吃了 這些螺 多大粒 好了 喊了一碗炒果條 你們知道在檳城很流行吃炒果條 我想這段時間我吃了沒有十次都有八次了 我覺得這裡的炒果條也是屬於不錯的 嗯 嗯 我喜歡你見到它 你都感覺到它是炒得很有鑊氣 而且這裡除了有些蝦也很大隻 這個應該是 是不是屍堪 都很大粒 我外面吃到很少這麼大粒 這個有多少 八顆 十五元左右可以吃到一碗河粉 剛才遇到這個突發情況 我本身還想和大家分享 我來這裡吃的話 大家可能會吃一吃 會有人搭桌 因為平時在香港帶Viro 你應該不會和人一起打 今天厲害了 七個 七個年輕人 一開始我也有點尷尬 你們想想 一打拆 我勇敢去跨出我 這個convert zone 跟他們說話之後 他們真的很好玩 有個交付啊 沒有啊沒有啊 來啦 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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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長Joey 對 快可以看到自己了 在我的影片裡面 已經來到團長Joey的YouTube頻道 哇 哇 你們說 是不是真的很好玩 你們想想 有什麼開心得過 如果你來到第一餐 就可以和當地人 圍馬一起吃 一起玩 聊天 你們說多開心 上次我又拍下老闆計算的樣子 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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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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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1 2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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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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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好 來了 我多怕去山門 來了這個叫四喜堂水 它也是一條比較偏僻的路 但其實附近也有一個很有名的吃福建麵 所以如果大家早點來的話附近也有食物 來賓城當然不能錯過任何一個食物的機會 因為大家預計了這三天兩夜 基本上是吃完一件消化完 就要放下機會吃下一樣東西 晚上就吃下這個甜品 我這次點了這個比較特別 它這間叫做斑蘭豆豬沙 來 試一口 別說那麼多東西 它不像是豆花 但它像是布丁 它的斑蘭味是淡淡的 不會說很重牛奶味 OK的 嗯 我現在已經身處碧畫街 因為我本身住的地方 真的落樓兩分鐘就會去到最有名的碧畫街 沿路上你就會看到很多畫的方式 畫上去的畫 又或者像我對面這些鐵線跳出來的畫 其實就不需要特別去找 找到那個畫在哪裏 因為它是沿著一條街 走兩步你就會看到 好像我走兩步 你就會看到這條小巷有這隻貓貓 有沒有拍到 沒有位置曬的 OK 拍到了 有隻貓貓 有很多人跟這隻貓貓拍照 然後這個 大家來檳城一定要來這個拍照 為甚麼呢 因為當年我也有拍過一張 讓我今年補一張 哈哈 有沒有拍到 即使 大家千萬不要驚訝 為甚麼我當年會這麼瘦 因為當時是我人生最瘦的時候 我打拳減肥的時候 減到七十幾KG 大概吧 George Chan這個範圍 基本上你一定會看到很多 這些車仔 其實它主要是會載著你 去看這裏附近的壁畫 我自己強烈建議 大家都真的可以坐一坐 因為我當年都有坐 我覺得挺好玩的 多少錢 哦 四十塊半個小時 這個要一個小時 二十幾 哦 哦 那個橋那邊 哦 這個我停給你通通 還有我 還有裡面的 哦 然後如果再短一點 就一個背景 這個是直到沒有停的 哦 沒有停的 我再看一下 謝謝你 謝謝你 拜拜 你看這裏鏡很好 因為我八撞都不會黑暗面的 就四十塊半個小時 即是七十幾元左右 我覺得是值得的 它真的會停下來給你去拍照 好了 那跟大家繞了個回合 現在呢 我們就去吃東西了 登登 來到啦 今天呢 帶大家來這個 莫定錶聯野高廠 在這裏呢 你一走進來 你會覺得 咦 是不是去了一些 去錯了個地方 不是啊 它這裏呢 在外面是一個 即是類似工場 真的在製造這些食物 這裏都在製造這些 好了 那穿過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原來餐廳呢 是躲在這裏 你好 你可以在這裏 在這裏選擇 看看它們的樣子 也可以坐下吃 大家如果有看我上兩集 我介紹了兩集 在檳城吃早餐的地方 是不是以為我已經沒有貨呢 不是啊 我真的有很多貨 我昨晚還在想 到底今早帶大家去哪裏吃好呢 那我今天呢 就帶大家來這個環境 是有少少特色的地方 還有呢 是有冷氣的 在這裏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只點一塊 可能是幾毫子溝 就點一塊去試一下 又或者呢 你也可以吃到一些 這裏挺有名的 例如是勒沙 都可以在這裏吃到的 太傷心了 因為呢 我本來就是想和大家介紹 吃這裏的糧野種 怎知道呢 就是沒有糧野種 所以呢 感覺上現在應該都 不算很多 是吧 嘩嘩嘩這個 這個呢 我想吃很久了 它呢 這個叫 你們剛剛先看完 我記得做 魷魚炒 炒魷魚 它呢 聽說是一些沙角來的 嗯嗯嗯嗯嗯嗯嗯 雖然呢 都是我媽媽做得好吃 但是它這個也不錯 它一吃下去 是很香的 冬菇的味道 還有呢 我不知道它這些 一絲絲的那些 感覺上它好像乾瑤柱一樣 但是 應該不是的了 應該是一些乾的魷魚絲 這樣炒下去 好香 嗯嗯嗯 哇 好大的辣 好 然後呢 這個呢 也是我很喜歡吃的 在這裏 看上去是不是以為是種來的 不是的 它是甜品來的 這個呢 就像我平時喜歡吃的 下面綠色 上面白色一層那個 又是甜甜鹹鹹的 看到這個椰漿 我想起我的傷心事 哈哈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麼事 我真的很喜歡吃這個 甜甜鹹鹹的組合 因為椰漿是有點鹹鹹的 然後呢 裡面就包著那個 應該是斑蘭味的糕 在裡面呢 就是包著一些椰糖 椰絲 那樣 好像我上次在七條路裡 吃的那個一條條 那樣 裡面包的東西都差不多 還有呢 吃起來軟軟的 很容易入口 這個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就 帶大家去Check in 我的酒店了 拜拜 哇 不錯喔 不錯呢 不錯呢 我覺得呢 來檳城一定要住這些 這樣的藍洋 感覺 但是呢 我又有點怕這些會 會比較殘舊 進來之後呢 我覺得它是有少少舊的味 但是呢 因為它這裡的陽光很好啊 所以呢 就不會說有一種 又濃又暗的感覺 重點呢 就是這裡呢 真的不算貴 四百多元一萬 那進來呢 這裡有一張沙發 那這裡呢 有一個小茶肌 其實你可以動到的 如果要買一些宵夜吃的話 就可以這樣移過去 然後呢 一路走出去呢 這裡就有一個露台 露台望對面樓而已 但是呢 都是很光晚的 不過呢 就會有少少吵 因為呢 它其實是在冷氣機旁邊 超級熱 露台呢 進來呢 鏡頭一轉 就是這個洗手間啦 洗手間呢 我最喜歡它進來 你看到它這種玻璃呢 哇 真的好有藍洋的味道 還有這裡呢 是有一個Sakuchi的 我是會打算用的 除了Sakuchi之外呢 另外一邊其實呢 也有一個棋缸的 這邊這樣看去呢 其實它懷舊得來 但是其實也挺華麗的 都是那一句 四百多元 Feed to Lo 接下來這個行程呢 我們呢 要穿得漂亮漂亮的 因為呢 有很多值得拍照的地方 這次呢 我來馬來西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很多片呢 很多長髮飄飄的 那就是因為我來馬來西亞之前呢 就試了一個豐盛生活的換髮奇蹟 如果大家看了我很久的話呢 都知道我經常都會染頭髮的 蝦麗啊 轉心色啊 轉淺色啊 一年呢 玩完不同的顏色 再加上呢 就是我經常去旅行的話呢 無論酒店啊 Hustle啊 總之呢 它有洗頭水的話呢 我都會用它們的洗頭水 所以呢 質素呢 都會比較參差 就令到我的頭髮呢 其實長期都不是說 一些很好的狀態啦 除了前面在冬天呢 我頭其實很癢之外呢 其實我都有一些脫髮的情況的 那我知道呢 風盛生活有這個黃帶產品之後呢 我也覺得呢 可以試一試的 那所以呢 這一段時間呢 我一起來第一件事 之前呢 就是吃益生菌 現在呢 我就是吃它們的換髮奇蹟 登登 我就是這樣了 撿了一包 其實就是有換髮奇蹟 還有它們的益生菌 那這個個多月來說呢 我就非常之關注它的效用 我覺得呢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我平時如果吹頭呢 我梳完頭呢 一定是一大堆頭髮在那裡 但是近這一個月呢 我開始感受到呢 每一次的頭髮呢 都可能是幾條啦 那我只需要幾天才清一次頭髮 除了呢 少了頭髮之外呢 我覺得我的頭髮呢 你覺不覺啊 好像呢 感覺上 就更豐盈了 硬正了 還有呢 我這一道頭頂的 髮際線呢 就不會有以前那種 好像越來越稀疏的感覺 而且以往呢 你看到我的頭髮呢 長到那麼長 我就會剪掉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頭髮流長呢 都好像扁鐵鐵 沒有什麼造型 但我覺得今次呢 我的頭髮真的 蓬鬆了 所以呢 我現在已經流長了很多了 變成長頭髮的女孩子 你很多時候呢 保護頭髮呢 都會用一些外在的東西 可能塗些髮尾油啊 但呢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內外夾功呢 一定是最好的 吃完這個hair supplement呢 才是最持有的方法 那這個的換髮奇跡呢 它是有兩大的強效生髮專利成分的 臨床證實呢 八個禮拜是可以減少了3300條頭髮 同時呢 就跌闊你的毛囊 令到你的頭髮更加堅韌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有類似的頭髮問題呢 都可以試一下這個產品 它是日本製的 沒有弱性和沒有刺激素 還要是很快見效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的info box那裏 看看有什麼我的獨家優惠 好了 一起準備就水 我們現在一起出發看景點 好了 出來了 出來了 有曬太陽了 今天呢 帶大家來這個叫做 涼野博物館 其實呢 我在幾年前跟我媽媽來的時候 我已經來過這裏了 我覺得這個博物館 是我當年來檳城 其中一個最深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大家來這裏的 一進到來 大家就看到這裏 金碧輝煌了 它就要給入場券 好像25%左右 但是我覺得都很值得 除了去那些壁掛街拍照 我覺得真的可以感受一下這裏的文化 那這裏是涼野博物館 其實涼野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它就是華人和當地的女生結婚 生出來的女生後代就是涼野 而這些來馬來西亞的華人 他們多數當年都是很有錢做生意的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家就是金碧輝 所有用的東西都是很有品味的 有幾間不同的房間 就像這裏 這間房間聽說是專門給小奶奶 他們在這裏玩牌 好像我們以前在打麻將一樣 這個地方我記得當年我和我媽媽在拍過照 好像換了桌布 好喔 然後這裏走進來這間房間 是不是感覺完全不同呢 聽說這裏是有幾間不同現客的房間 譬如你要去招待外國人的話 那可能就是這些西式房間 哇 我覺得綠色山和綠色牆都很搭 好像這間房間就是給華人來談生意的 哇這座位啊 我又記得了 多年我也有在這裏拍照 很開心 我媽在對面拍過來幫我 上層聽說就是這裏的人的睡房 照女的閨房 就是可以租三的了 這裏有一個配套的138 其實是配上門票和點心的 不過我永遠都是關心一件事 到底有沒有我的馬呢 到底 給大家感受一下我 拿這一件 可以嗎 笑死了 真的穿不下 穿到一邊 穿不到一邊 我穿得下嗎 穿得下嗎 真的嗎 我的手臂可以開開我 哎呀 真的穿得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帶大家走光了 因為我覺得這些地方一定要大家自己來感受 而且如果來的話 我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少少糧野文化 又或者在這裏他們是有一些導賞團的 那你就不會說 我只是在這裏拍照 那我就沒有了20塊了 好了 走完這個糧野博物館之外 其實你看到這個綠色的房子 這裏還有另一個很有名的叫做藍屋 同樣都是之前一些藍養很有錢的人的故居 但我覺得選一個去都可以了 那廣告仔我厲害 但是我吃我厲害 今天我就再帶大家深入感受這個糧野文化 現在我們先填飽肚子 來到了吃東西的地方 剛才我忘了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去完這個糧野博物館之後 都想找地方拍照 打卡 附近是很近有一條叫做銀行街 很多很漂亮的歐洲建築物 可以拍照 另外就是有一個 類似FIRE Station的博物館 都是很值得去打卡拍照 打完卡 這一間的糧野餐廳 大概是在我酒店走五分鐘左右就到了 好了 你不用浪費了 太開心了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去馬六甲的時候 我就是吃了一間糧野餐廳 我真的在剪片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咖喱汁 我超顧著那個味道 因為這個酸酸甜甜的咖喱汁 平時在香港真的很難可以找到 所以我真的很顧著 我今天就點了三樣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魚 另外就點了一個沙律 一個就是阿心蝦 吃了吃了吃了 這個咖喱如果要用我們認知的食物去形容 它是有點像番茄汁 就是酸酸甜甜的 但是有很重的香料 配上這個也是我最喜歡吃的 有一點點碎碎的飯 不是我們平常吃的那種黏黏的飯 配這個咖喱非常好吃 我試一下這個蝦 這個蝦我經常見別人吃糧食菜都會吃 但是因為他們一定要點大份量 這裡我看到可以點小份量 那我就馬上點了這個 平時大家都喜歡你們的另一半幫你剝蝦 但這個真的沒有 自己用口剝 用口剝你才可以絕好外面的汁 這個真是精髓 你這樣看 你以為它是類似豉油大蝦 但不是 你吃起來都是酸酸的 我想它首先應該是炸了蝦 爆到它很香 焗了蝦味 然後再灑上上面的醬 它的醬外面是有一種 好像吃很酸很酸的那種 想不到 想不到是什麼 好可憐 今天發現了這間新店 我就買了兩個來試一下 好美好美好美 極樂紙 睡不夠 這麼多位 我去到室了 SidSi Supreme 你們以為現在是夜晚 還是夜晚呢 錯了 已經是去到翌日了 我現在呢 準備上這個影片 囡聊契來了1個月 我都沒有安排過這個行程給自己 但我覺得除了吃喝玩樂之外 都很應該感受一下檳城不同的風景 不知道待一會看到這個景色 看到就開心了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應用 大家看到我身後 我從頭到尾已經上來過幾小時 一直在這個迷惘的狀態 我的人都很迷惘 我又搭那個纜車上來 我看了攻略 說要坐在車頭上一路上 你就會看到那個日出的 慢慢看到整個檳城 但我看到的是一片漆黑 而且要這樣看 這樣看才能看到 然後上來 不知道是否有天氣的問題 都看不到什麼 不如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 我們現在馬上下山吃東西 這就是菠蘿蜜嗎 這個啊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香蕉糕 這是榴槤蜜 都是菠蘿蜜 菠蘿蜜 你上次不是有新冠嗎 有啊 可是我一直以為它是菠蘿蜜啊 你吃到它的味道是菠蘿蜜嗎 對啊 你吃到啦 剛才我買了這個 它說完榴槤蜜 和這個炸香蕉糕 我每次就買一塊或兩塊 然後就過對面 去吃另外一樣東西去配搭 我每次都覺得它老闆 是有點酷的 但我今天又跟它聊了兩句 然後它也認得我的 我想它應該是外表酷 但是裡面都是很溫暖的 它說我認得你啊 你來了這麼多次 我不認得你什麼 我現在位於大家如果有做功課 就知道 檳城很多人都會來這個星氏橋 過對面馬路就是了 你看聽說這裡新年是很熱鬧的 它就在這裡做一些裝飾 很可惜我會錯過了 這間叫Joyette Tea Food Court 海乾飲食中心 都是啦 什麼都可以吃的 但我覺得這裡 我吃過一兩次的食物就普普通通 不是很特別 我都知道大家可能都會上來這個地坑 但就這樣走是 噢 它做什麼 它怎麼關門的 Oh my God 我真的見證著它落閘的那一刻 我記得它好像下午兩點半會停一停 因為晚上再開 不要緊 同樣的東西 走前兩步有第二間 我也有吃的 那個好像是一直開的 這條過馬路有些技巧 就是過 不要猶豫 不要令這些車人覺得你走出走入 好了 我們GoGoGo 帶你們去吃我喜歡吃的東西 吃東西的途中 大家就會經過 大家就會經過這個地方 我都不記得這個是姓什麼橋 總之會見到很多在海上而建的房子 感覺上是有點像大澳 這就是其中一條橋 然後如果你是去過對面的橋 他們左右兩邊會有些賣手信 然後再走過那邊的 我也有去過這一個 這裏有一個 看見到嗎 今天是說 水上的廟 這樣遮住了一條橋 好像賣二代夫一樣 總之真的很漂亮 經過的話都可以來逛逛 但不要專程駕駛多久 我相信如果是爸爸媽媽來到 就會說來這裡做甚麼 我媽媽一定會這樣說 沒錯 我帶大家來吃這個魚頭米飯 很可惜 我不知為何我叫錯了 我叫了這個公仔麵 不過不要緊 我在這裏的朋友介紹我附近有兩間魚頭米粉 一間是有冷氣的 剛才關了那間 街的 另一間就是鄉下魚頭米粉 兩間是相隔三四分鐘路程 我很喜歡這裏的環境 有空有隻雞在腳底走過 幸好在這裏不是吃雞 否則一邊吃 然後一邊看著它 都不太好意思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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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少許甜 少一點 甜好一點 因為這個應該是吉仔冰那些 這裏的冬金公湯是非常之濃的 辣到少許 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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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還有一些蕃茄 所以是令到湯的層次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它應該不是叫冬金公湯 是冬金公骨 很濃很濃的 我要吃一下這個 不是菠蘿蜜 這是榴槤蜜 在我心目中是兩樣是同樣的 我已經在這裏試過很多東西 即是芋頭糕 蘿蜜糕 那些我都試過 但真的 這個 你看一咬就響 這個很容易的 大樹菠蘿味 我覺得它是大樹菠蘿味 然後加上雜粉是 超級配 是真是一個 你沒有吃過的感受 你想像不到 原來是這樣拿來炸的 是這麼好吃的 這些可以保存21天嗎 兩次吃完會比較好 對 那吃的時候要不要再 不用送冰箱 不用送 OK OK 各位朋友 在我快要曬到變一狗 黑燙的時候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吃完東西的地方 逛大概5分鐘 這裡可以有一間 售信店的店 叫做 名香泰涼茶店 這個你一看就知道 歷史悠久 剛才好像是八年老店鋪 我前幾天就有吃過 我去一個古早雞肉燒包 因為那時我是新鮮出爐 熱辣辣地吃的 真的那個酥皮是挺香脆的 所以我今天又買了一個 如果大家不喜歡中式食物的 想來一個西式的 我多走兩步 帶你們去另一個 我經常都在那裡打等 剛好它今天沒有開 不過不要緊 我可以補一些 我之前吃過的 其實就是在壁畫街那裡 走過兩三分鐘左右 一間叫做 Le Petit Four 最出名的是吃的 牛角包 哇 一層層的酥皮 好棒的 好了 今天開門了 帶大家看看 這裡有什麼食物 這裡很出名的 都是他們的甜品 但因為我不是特別好 所以我沒有吃過的 現在這裡應該是特別為新年推出的 我猜一下 我今天最喜歡吃過的 在那裡 Mustroom Danish 今天坐在這個望窗的位置 可以看著外面的人 走來走去 如果在這裡走完 熱熱地相溫的地方 休息一下 過下冷河 就有時間 非常推介 Time is the perfect summer night 哇 真的很心裡 好苦啊 轉眼間 我就來到這個 松花江餐室 聽說裡面有很好吃的燒魚 其實我上來很多次了 這裡就是一個 小小的飲食中心 這裡有個松江肉骨茶 吃個肉骨茶也好 這裡有吃滷肉 炒飯 海鮮 咦 這個燒魚在哪裡吃呢 這裡是不是有一家吃燒魚的 有 裡面那個家 裡面那個家 好好好 謝謝 謝謝謝謝 啊 死我啊 繞了個圈 看不到以為沒有開 看到了 看到了 哇 原來呢 就躲在角落頭 哇 這個魚這麼大條 我一個人怎麼吃啊 燒魚 我只有一個人 可以吃哪個比較小的嗎 一條 我想吃湯的 湯的 這兩個 有什麼分別啊 這兩個 就是索斯麵門道 不是一天一天 有什麼味道 然後這個是不是 肉肉的肉麵 一條一條 好了 我們一起開箱了 哇 你看 原來它的魚 是有放了這些調味料 蒜頭啊 蒜頭啊 啊 蒜頭啊 辣椒仔 好像很棒啊 我今天真的很累了 走到很多地方 所以我真的要喝一喝這個 巨型沙里水 來降溫吧 吉仔水 哦 果然跟沙里水是不同的 超級大塊 嗯 嗯 哇 它的調味料真的在外面吃不到 是真的辣 挺刺激的 但是它的魚肉很少 是 它的骨只有一個中間粗粗的一塊骨 但是它的魚肉就是實正實正的 我們覺得 燒魚一定要配一些實正實正的魚 才可以突出到它的香味 這個魚出色的地方 就是它用熱包著 所以它是做到那種燒魚的焦香味 同時呢 那些醬汁又不會走光 不會好像乾乾真真 只有皮香 它進食到裡面 都還是很汁 很多它的調味的汁 這裏真的很適合 叫幾隻雞 就是叫這個燒魚 可能叫什麼炒果 然後喝啤酒 然後人生一大樂事 因為這裏其實是在Gurley Plaza 和Gurley Plaza 港的隔壁 所以大家可以走到 悠悠地進去 嘆冷氣 去超級市場 因為都要回香港 可能就買些手信 嘆完冷氣 就可以走過來這邊吃 其實後面 它快要開了 有一個全身很漂亮很大的公園 一來它是在海邊 所以晚上這裏是很舒服的 吃完這條魚 我已經決定 點個雞腿 來吃一下它這個燒雞腿 嘩 聞到很香的燒雞腿味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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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真的好吃 我現在沒這麼客氣 但真的好吃 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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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它的皮是脆脆脆的 但它裡面還保持得很嫩 剛才還滴了一滴汁 還有一點點亂滑的 你們看到嗎 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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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在這邊 抖中 就是會出發 嘩 這個是我回家的條路 嘩 前面也很快 嘩 啊